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minecraft15週年紀念活動 來到了第10天了 沒想到過10天了 你有感受到有什麼紀念活動嗎 如果你是Java版的玩家 你唯一的感受可能就是我身後這一個披風了吧 此無此之外 沒有任何感受 因為很多慶祝活動都是在基岩版舉行 只有基岩版才有 可見官方獨厚基岩版 那個我也不意外啦 畢竟基岩版能賺的錢比較多嘛 Java版能賺什麼錢 Java版一次買斷之後就沒有錢了 對啊 不像基岩版 你還要去商城 還要消費 就不停的賺錢 這是 是我也要在 基岩版推出 不過這就引起了很多Java版的玩家不滿了 今天就盤點一下那些 只有在基岩版的慶祝活動 首先第一個 當然是我們的15週年紀念地圖啊 這一個只有在基岩版才有 10週年的時候是推出雙版本 Java版也有 基岩版也有 到15週年的時候 對不起 只有基岩版才有了齁 主要原因也可以想像嘛 就是這裡面的行為套件很多齁 你看這些的動作 那個動畫實在太多了 那個Java版沒有這些動作齁 基岩版套上行為套件之後 就可以產生這些模式啦 如果你的Java版想要有 額外不同的動作呢 你可能要先灌一下高清補丁 然後再灌一下新鮮動畫 才可以讓那些什麼村民啊動物啊 有額外的動作齁 不過也沒有這麼豐富啦 更不要說 在Java版 欸不知道在基岩版 還有這些 表情符號 那Java版只能做什麼 啊只能蹲下啦 基岩版 就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動作 拜託這個什麼時候才要引進啊 這個應該可以引進 Java版吧 希望有這麼一天喔 第二個慶祝內容呢 就是15週年派對用品喔 附加組件 就是你在裡面看到的 剛剛我們15週年看到的很多的東西 它那個附加組件 就在這裡啦 像是什麼眼鏡啊 等一下我開給大家看好了 附加組件這個東西呢 是Minecraft近期強推強打的東西喔 這個就相當於Java版的模組啊 你灌下去之後就有模組的效果喔 像商城這裡還有其他的額外附加組件啊 像是降魂啊 藍圖啊 家具啊 都有在這喔 什麼 博物學 這些 新增更多生物喔 都有在這裡面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就可以購買喔 購買好貴喔 太貴了吧 難怪官方喜歡基岩版 因為賺太大了 你要使用附加組件呢 你在創建新世界 或是在行為模式這裡的時候 這後面有啟用的符號喔 像15週年就是在這裡啟用的 我這邊啟用成功了啦 那目前你看到的這些附加組件呢 是Minecraft商城裡面 免費可以下載的喔 所以如果你是玩基岩版的話 你就可以趕快去點選下載一下啦 像我選用的附加組件呢 他就會給我一本說明書喔 15週年的附加組件 然後教你怎麼合成這些派對用品喔 雖然都是英文的 沒有中文化 這叫使用其他國語言的人 怎麼會想買喔 買了還看不懂 詳細的派對用品 就在這裡喔 什麼15週年蠟燭啊 15週年氣球啊 苦力怕氣球啊 雜七雜八的東西啊 都在這裡啊 還有15週年紀念旗幟啊 都在這裡可以拿到喔 這些 Java版都沒有欸 好想要喔 我也好想在Java版 有這些東西喔 這些東西 感覺好棒喔 可惡 只有基岩版才有 第三個只有基岩版才有的 15週年紀念活動呢 就是禮品這裡有SKIM的相關配備齁 然後你可以從第一天領到第15天嘛 對現在已經過10天了嘛 我剛才講過了 那每一天都會有不一樣的東西 可以領取齁 我已經連續領取了10天了 其實你有一天沒領取 你隔天再補領也是可以的啦 所以你在第15天上線 然後一口氣領完 也是沒問題的齁 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這個活動呢 大概在每年過年期間 就是新年期間 就是跨一個新年的時候 就是譬如說2023年 要到2024年的那一段時間 他們都有推出類似的東西啦 然後我那時候也沒有每天領取的耶 有時候就會忘記 因為我不常玩機眼版 有時候就會忘記要來領取齁 就那個就Pass掉東西就沒領到了齁 這些配備呢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的這個 自己上傳的外觀 只有在單人模式的時候 機眼版只有在單人模式的時候 才能被其他玩家看到齁 其他的部分不行啦 所以如果你要給大家 上伺服器要多人遊玩 要給大家看到的時候 你就要編輯你的角色齁 那裡面就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可以給你使用啦 那有些東西就是你喜歡的造型 要額外再花錢 想這個就要額外再花錢啦 哇 說穿了就是錢 難怪要在機眼版 再說一次 難怪要在機眼版 這些是目前我擁有的上衣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齁 你就可以弄出一些 你喜歡的造型出來囉 目前Java版呢 就只有上傳Skin嘛 上傳Skin之後 大家都看到你Skin可以自己畫嘛 那機眼版就把它拆成很多細小的項目齁 就像目前這樣子 那個有上衣啊 頭套啊這些 呃 大家覺得如何呢 你覺得有需要引進嗎 有引進了 你會用嗎 最後第四個要講的 呃當然就是我們的披風啦 雖然披風 呃之後Java版也會領到啦 不過目前能領到的披風 就只有這一件而已喔 對 就是這一件而已 那Twitch的披風啊 這個抖音的披風 都這都是要到7月以後才領得到喔 所以現在你拿到了只能在機眼版使用 對啊為什麼 為什麼 不能同步早點同步嗎 所以 那個 而且要等到7月耶 不是6月耶 在官方慶祝15週年生日的時候 只有機眼版能搶先拿到這些披風 這兩件 啊 Java版 真的有點像二等公平耶 就是因為Java版沒那麼賺錢嗎 真是太可惡了 雖然這裡面我最喜歡的還是這一個啦 啊 Java版也沒有 只有機眼版才有 好了 以上就是Minecraft15週年慶祝活動 只有在機眼版才有的內容 Java版 對不起 什麼都沒啦 完全沒有獨佔內容 這個 唯一有的披風 機眼版也當然有啦 真是二等公平啊 確定 蓋章 不知道你對那個 Minecraft獨厚機眼版有什麼想法呢 歡迎留言在下面喔 那個網路上其實也有很討厭說 這一次都是獨厚機眼版 只有機眼版才能玩這個 15週年紀念地圖的聲音喔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想法 真的可以多多留言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bin 咖啡 楓